主料,春笋100克,腊肉300克,辅量,葱头,蚝油5毫升,花生油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竹笋已经焯水用凉水漂了一个晚上,切丝备用,腊肉放电发锅内的饭面上煮熟,切薄片,葱头切丝备用,锅烧热油,放葱头丝包香,包香葱头丝后,放入腊肉包香,装起包香的腊肉,放葱丝入锅, 包干水分,放入蚝油,包香葱笋后,放入炒香的腊肉,加少许水温,慢干几克,烹饭技巧,春笋要用开水超过,用凉水漂洗12小时以上,这样的水一点色味和苦味都没有,腊肉放电发锅的饭面上煮熟,装至香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